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又不知道要拍什麼 然後剪輯技術又不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Jenn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從去年9月到今年9月 為期一年的YouTube心路歷程 那今天的影片會有點長 會分成以下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為什麼會開始拍影片 以及如何突破盈利門檻 用了什麼方法 為什麼中間停滯尋找了自己的定位呢 一年過後的現在我頻道的平均收益是如何 以及往後的規劃 如果你也有想要試著把影片上傳到YouTube上面 但是遇到一些挫折啊困難啊 或是一些自我懷疑等等的 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 因為呢我也有可能跟你有一樣的問題跟困擾哦 首先最多人遇到的問題 包括我自己也是 就是我想要拍影片想要記錄生活 但是我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開始 我也不知道該拍些什麼 我這一年來的唯一答案就是 想都很難 去做就不難了 真的只要你拿起手機 隨性記錄下來的就OK了啦 先不要想這件事 會不會為你帶來收益 畢竟從頭開始的我們 馬上就想要飛黃騰達 反而會變成絆腳石 當然我覺得有些人他很有規劃 那當然是另當別論 對於我們這種剪輯啊 攝影小白來說 真的是只要跨出第一步 後續自然就會慢慢找出方向 慢慢找出自己該怎麼調整啊 或者是需要再去學哪些技巧啊 等等的方向 我不是一個專業的攝影師 我也沒有相關的背景經驗 但是一直都很喜歡透過影像 去分享我的生活 從以前的無名小站 到現在的Instagram 都是一些瑣碎的片段紀錄啦 譬如每天沖咖啡的過程 或者是旅遊的紀錄 因為我很享受每一次在橋角度啊 在找光的那個當下 其實那當下有些人會問我 是不是很累很麻煩 但我真的是很享受 因為可能還不是為了工作 所以就是我很享受那個過程 起初呢 只是單純的分享我的生活紀錄 但慢慢的也發現 可以從這些分享之中 得到一些很溫暖的回饋 並且療癒自己的同時呢 也能療癒到其他生活圈以外的朋友 接下來呢 就是我超真實的YouTube心路歷程 但是呢 影片有點長 如果你今天沒辦法看完 可以先按一個讚 然後日後再回來把它看完哦 第一個是什麼樣的契機 讓我開始想要經營YouTube呢 其實最開始呢 不能說是經營YouTube啦 而是在前年的時候 我有一個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位夥伴 他意外的離世了 透過這個事件呢 我發覺意外真的是來得很快 我們都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開始決定想要好好的記錄下我的生活 所以去年呢在我狀況非常低落的時候 我買了一台口袋相機 Sony的RX100 送給我自己當一個禮物 想要好好的把我的生活記錄下來 也告訴自己要更留意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 然而在陸續拍影片剪影片的過程中我發現 我開始有了想要讓影片更流暢更豐富的念頭 所以會花時間上網學習剪輯的技巧啊 拍攝的角度等等的 然而這些都不是我一開始就想得到要做的事情 而是在我開始做了這些之後呢 在每前進一小步的同時 找到了可以練習的方向以及可以改善的地方 所以我也開始為自己在YouTube上設定一些短期的目標 舉例來說想訂閱數達到多少 我就會送給自己一個小禮物等等的 第二個是如何突破盈利門檻 以及我用了什麼方法 那YouTube的門檻是1000人訂閱4000小時的觀看 就能開通廣告的收益 那這其實對一開始的我來說 要到達這個標準很困難 因為我什麼都拍什麼都想記錄 所以我沒有所謂的個人定位 就是大家可能一下會看到我這邊有衝浪影片 一下又是台東的生活 一下又是日文 然後就是一些蠻片段片段的分享 所以其實這件事對我來說 我還在摩索中 我也還不知道自己現在到底喜歡什麼 因為我真的就是每一個都喜歡 看到這邊的你們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種影片風格 或許可以給我一點點參考 在過程中呢 我也看了很多YouTube前輩們的分享嘛 做了一些功課 才發現其實在YouTube上面也有很多的小tips 可以讓你的頻道看起來更完善 這些就不是只有單單的隨手拍隨手記錄 於是呢我也開始練習學著寫腳本 但是這對我來說呢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但我就當成這是可以訓練自己寫文章的能力啊 還有口說的能力 我就把它當成是自我訓練 然後我一直以來呢都有關注一位專門分享 如何經營YouTube的帳號 所以我決定用他影片中提到的方法去測試看看 去年我就做了一支我如何自學日文的影片 結果那支影片就真的有被YouTube推播出去了 然後現在的觀看數大概是六十幾萬 也因為那支影片的暴衝啊 瞬間我的YouTube廣告收益門檻就達標了 不過一年後的現在啊 我回頭看發現這其實並不是一個好方法 因為雖然透過那支影片我達到了廣告收益的門檻 但是我個人並不是專業分享語言學習的角色 所以我沒有辦法持續產出類似的內容 頂多就是分享或是紀錄我自己的學習過程 但是就沒有同樣的效果 所以過程中我試著做過類似的影片 但是都不如預期 所以呢我也透過這個事件去反省我自己 不該為了流量而去做自己不擅長的事情 3為什麼中間停滯了尋找自己的定位呢 那後來我又是怎麼樣振作 這個問題有點接著上一題 就是我想要維持流量然後跟留下的觀眾 陸續拍了一些日文相關題材 但是都不如預期 反而讓自己的壓力很大 因為我想要做好但是卻做不好 所以會反而影響到我自己在學習日文的進度 所以因此我中間就先停滯了一段時間沒有太常更新 就算我後來有更新一些影片 但是我自己知道那些都是沒有進步的 然後也不如我的預期 是非常沮喪 就會覺得自己有花了時間 然後但是卻沒有做好的感覺 所以那個時候到後期是有點想要放棄 就覺得想到再做就好了 第四點 一年過後的現在 我頻道的平均收益是如何呢 那就在我毫無頭緒很沮喪的時候 我就回頭看了一下我這一年的過程 所以才會有現在這一支影片 我也看了一下我youtube的收益總額 就是這12個月一年來的收益 大概是落在1400美金 平均每個月台幣3000多塊 雖然說是不多 但比起去年開始什麼都沒有的狀況 現在呢我有這一些額外的收入 其實說真的我蠻感動的 所以我也決定再把這一筆錢投資回youtube上面 前面有提到我會看一位也是分享youtube 如何經營的前輩嘛 那他有開自己的線上課程 其實我觀望了很久都沒有下手 因為他費用其實也不便宜 但這個時候我想著 既然我想要做這件事 我也曾經想要好好的做這件事 那我就把這筆錢投資回這件事上吧 就當作是一個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那即便這件事情在未來 可能也是不如自己預期 但我覺得我把從youtube上面的 賺到的這些收益 再投資回自己身上 跟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 這整個過程對我來說就是很有成就感 然後以及對自己的進步 雖然不多啦 不是說什麼很多很多錢 但是我覺得 錢不是衡量所有事情的一個標準 反而是我在這一年之中 我自己是有成長的 那我也透過這件事情來期許自己 不要這麼容易就放棄了 第五個往後的規劃 雖然還在尋找定位中 但現在的我是比較知道 我喜歡什麼跟不喜歡什麼 所以呢接下來我會一樣 專注在分享我自己的生活 周遭發生的事情 然後記錄自己在學習任何事的過程 並且不盲目的去追隨主題 那我也想要給一年後的自己 再設定一個新目標 我希望呢在這一年的自己啊 可以更清楚自己的方向 以及持續堅持到明年的這個時候 然後我們再一起回顧吧 期待自己可以再有所成長 然後也要謝謝看到這邊的你們的 陪伴與支持 真的是好重要喔 最後想要鼓勵跟我一樣 想要開始 但卻不知道怎麼開始的朋友們 如果你想要做 那就從現在開始 不管是拍攝影片 或是你有想要做的任何事情 凡事只要跨出那第一步 其實就沒有想像的那麼困難 我們就會知道 後續的路該怎麼走 真的不要怕 反正做了只有自己知道 做的好或不好也沒有關係 世界也不會為此崩塌 因為你背後的世界 還是一樣非常美麗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